倒霜或脆霜做成的空氣通常一禮拜都可以來祝福 不過因為說一輩或是倒了久做成的空氣要來照顧就很麻煩了 因為別人本身的健康條件影響到祝福福的速度 這就是慢性胸口或是說困難來好去的胸口 我們以前對於這種傷口都叫做慢性傷口 我們都定義說它可能超過三個禮拜沒有好的傷口 那我們就稱這種傷口叫做慢性傷口 但是現在我們會希望更改它的名字 就是這種很難好的傷口 我們就希望它叫做困難愈合傷口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就是說可能你的傷口其實還很短 可能才一個禮拜 但是它看起來就是完全都沒有在好的跡象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你就可以認為它是一個難愈傷口 你就應該要求一求一了 目前台灣大要求三四十萬有不一樣聽到萬性胸口的病人 對著這個病人最好可以到病人才有專業的處理 不過對著行動不方便病人要溫暖病人是很悔氣 每次去美女中心就有了最好看電的服務 就是我剛剛提到說很多傷口其實需要專業的人來協助 對 這樣它才會好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面臨到一個問題是很多病人不會好 並不是他不想來求助專業的照顧 對 而是他在醫院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對 所以擋在他面前的不是這個傷口的困難 而是就醫的困難 是 因此我們面臨到這樣的困境 我們就在想如何去改善這些病人就醫的一個困境 所以那你就想那你不能來那就我們去 所以才有這樣的想法就是 不管是哪一種疾病或者像是我們的傷口照顧的問題 那病人不能過來就由我們醫生從醫院到家裡到社區去照顧他們 上口外電博物屬前頭過的實行方式了解到病人的狀況 又有到醫生和讓你領外到處來記得到病人和家庭 處理到控水的這個藥令 不用到病人到病人的這個麻煩 對病人來說是最多方便 這次的導演議題作單身支部到店來聽講 星期十晚上是一個本地南天電視台的電視頻到來播出 這禮拜祈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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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 將介紹的上口外電博物跟實行方式的照顧概念 歡迎鄉親安息收看